就是巴 巴就是巴、巴、巴是兩個音 巴 巴、巴、巴 巴是什麼呢?就是六四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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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巴就是兩個音 第四的音就是巴 巴就是最高的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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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所以巴、巴、巴 巴完全是fit into this little book 你明白了吧? 好了 現在我又要講一下 外國人 講英文 會不會有錯文 我們要解釋為什麼 如果你不懂六道語音 只可以說這個人講得很怪 很多馬來音 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來看 我分析過之後 就不是這樣解釋 我就解釋到 原來他應該用一或兩個音 他用了三音 為什麼呢? I like coffee 原來好像咖啡 他說Coffee 原來是morning 這是morning 為什麼他這麼怪的音 原來馬來人講英 講他自己的話 是習慣用三音 所以咖啡 他也是用三音 所以咖啡 他也是用三音 就是他習慣了 他不離得開 用它來講 所以變成我們分析 別人講的說話 完全可以清楚了 說有什麼問題 用我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我現在又講了 如果是講英文 我用這個方法 可不可以講些東西 特別表達出來 在正常的情況下 就離不開一、二、六 這三個 但是我可以不正常講說話 我每個例子都不正常 例如我呢 旁邊站著一個人大雙風 大伴者 我害怕他 他說你不要靠近我 好嗎 英文那句話 可能說Mind you Don't come near me 就叫他你不要走近我 這是很正常的說法 但是表達不到他經狂的心境 如果他講英文 他要表達這個心境 Mind you Don't come near me 他這樣說 為什麼呢 他因為這樣來表達 但是他這樣的音 為什麼發出這樣的音 原來他用二、六、二、六 Mind you 就是my mi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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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ind you Don't come Don't don't Name 他又是二、六 即使本說 原來有這樣的六道語音 分析一個人說話 完全可以解釋到 是怎樣發動這個音 你明白了嗎 好了 既然我們知道 英文是一、二、六 我們就走到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用漢語拼音 或者廣東話拼音的方法 可以解釋到 好幾句 那麼 漢語拼音 離開聖母、韻母 大家都知道 譬如 N、O、N N N字 就是聖母 O字就是韻母 究竟有多少個韻母 原來很多個韻母 為什麼很多個呢 就多過你以為 為什麼呢 O字加一個字 就變成一個生分母 譬如 ON 就變成一個生分母 OK 又是第二款 MNO、PKL 加上去 很多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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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ON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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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字 NONG 也有多個字 ONG 我們就加個L字在前面 就是LONG 所以呢 韻母的數目 就不像廣東話 或者國語 國語呢 就一講了 就有多少個韻母 學了就OK了 英文就不是 英文就有的 有變化 但是 雖有變化 仍然可以寫出來 明白嗎 你寫出來 學了韻母是怎樣 你又學了聲母是怎樣 你兩個 像村民節一樣 全都穿了 那就完全清楚了 所有的原因 再加上那個聲調 那這個問題是怎樣 我現在 想解釋給別人聽的呢 就是這個 最主要是這個方法 好 好了 我又想解釋一下 真實的困難 各位學英文 會是甚麼困難 寫不寫到 我真的沒有反應 去看 我頂得 我真的想解釋一下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